大家好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国际家谈全球娱乐大小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王欣怡 一开始先帮大家介绍今天跟我一起讨论的娱乐记者郁文 大家好我是郁文 好那么今天这个娱乐大小事呢 我们会先带大家来看到 由这个古天乐总监制跟主演的 在月底就要上映的电影叫做明日战绩 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哦 到底有哪一些非常强大的卡丝 我们今天也会帮大家来介绍 以及已故的港星 这个沈殿侠大家都叫他肥姐 上个月其实是他的名单嘛 那其实他过去带给很多香港人非常开心的回忆 那么在今天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他 但是一开始我们还是会先带大家来看看娱乐有哪一些热门话题 好一开始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就是林志颖 他在上个月22号开着他的这个特斯拉 带着他的小孩要去开卡地车的过程当中 不慎自撞这个分隔岛造成起火 那现在林志颖他的伤势大家都非常关心 其实车祸至今已经过了快要半个月 但是外界还是非常关心林志颖他的状况 那他现在还是在医院就是做治疗嘛 那其实呢昨天有一个好消息传出 就是网络上有一个截图 疑似是林志颖他的大哥林志颖呢 表示说林志颖已经安全了 那虽然就是没有证实说 真的是林志颖他传出来的讯息呢 但是也让粉丝其实是放心不少的 对因为他其实这个手术分很多阶段 包括像是颜面啊还有肩膀手术 然后目前好像是说肩膀的手术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其实是他们上周就是家属召开了第二次记者会之后 有公开的来表示说之后不会再就是发这些林志颖的最新的一个病患 因为想要让他好好的养病嘛 但是是有消息指出他已经完成这个肩膀的手术 那其实大魔王是这个脸部这个骨头的重建手术 没错 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蛮关心的 对然后他的老婆也是一直陪伴在他旁边 我觉得真的很感人 对 对而且他们还一起过了是不是结婚纪念日在姨元 因为上周就是因为陈若宜没有从来都没有出面过 对 那他弟弟其实有来说他二嫂呢 就不眠不休的陪伴在林志颖的身边 那他们也在姨元度过了结婚纪念日 对当然就是平安就是最好的礼物 对啊希望父老男神可以早日抗扑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话题也非常 真的 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张宏杰以及日本桌球帖后 福元爱他们离婚了之后两个人的动向一直都是很被大家来讨论的嘛 因为大家知道福元爱最近呃有来台湾然后有把家人带回去日本 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有一点火花对不对 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这个家人被带回日本的这些这件事情呢 有出现这个各说其词的一个状态 物理看华大家都物理看华 那江宏杰又再度反驳了他就是说呢他绝对没有违反规定 对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就是一个工坊站啦那福元爱呢 他近日呢也被日媒爆出就是跟他的心欢很冰难其实是形容过着非常优雅的生活 是对就是在一个很好的豪宅里面六千多万的豪宅耶 然后名车接送啊就是过得非常好的生活 那他把家人接到日本之后呢也被直击他跟这个家人在阳台细水 一直很关心他们两个啦 对啊然后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就是访台之后呢 现在台海的关系就是非常的紧张嘛 那其实除了大家氛围就很害怕说因为其实他们要就是进行一些军事演习 大家很关心之外其实很多的艺人在这过程当中也被围剿 有人觉得说啊被贴上这个台独的标签包括像是田富珍对不对 对因为陪洛西绝对是这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很多在大陆的艺人呢也有做一个表态的动作 没有想到连人在台湾的女神田富珍也被扫到台风尾 我觉得他真的蛮 我觉得他蛮无辜的 真的是很无辜啦 对就是是是是是出是因为 因为田富珍他po出了一张在吃意大利面的照片 听起来会想说哈 这跟就是政治 跟台独有什么关系 对扯上关系 对就是因为裴洛西呢他其实是意大利裔的关系 那就被他连被外界联想到这个台独的这个议题 也算是还蛮无辜的 对因为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应该是也没有想到 就只是吃个饭然后破张照片 然后就被出生 而且很多人都说要封杀他对不对 对啊就是还蛮蛮严重的 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重点是他之后其实有把这张照片做删除的一个动作 但他之前的贴文就是他不是很爱吃那个大自然灯 什么的吗 他就写说很陶醉的在那边省省省 原来被录影唇证我的唇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发文 也被联想到那边去是不是还蛮出乎意料的 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小粉红就是看到黑影就开枪了 非常的敏感 对那么其实除了田富珍呢 就是这个裴洛西的他的这个议题啊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讲很多艺人也都受到影响啊 对啊 很多的歌其实在大陆现在也被禁播 像是这个黎明他的经典歌曲 今夜你会不会来 就是这个歌名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有一些含义大家当初都不知道 陪洛西到底会不会来吗 还有陶泽的飞机场的10点半 就是跟陪洛西他降落时间其实也蛮接近的 我觉得陶泽那首饰真的还蛮贴切的 就是有神预测那个陪洛西的降落时间 对所以就是这个歌像这样子的歌都是在大陆被禁播 然后其实很多艺人啊 也因为贴文啊等等的一些关系 都被贴上台独的标签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段我们的报道 香港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经典老歌唱着等候人的心境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陪洛西抵台前夕 大陆网友以歌词惊艳你会不会来狂刷留言 竟因此成为禁歌 微博满是唱片封面跟MV 被调侃可以作为陪洛西访台的主题曲 音乐平台显示因版权或网络问题无法播放 就连陶哲1997年推出的飞机场的10点半也被禁播 陪洛西在二号晚间10点43分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歌名疑似涉及到专机降落的时间点 导致在各个平台上都被禁止讨论 名曲一首首都被波及 就有人说何日君再来这一首之后会不会也被封 就连艺人严亚伦发文也触动大陆敏感神经 他在脸书询问大家喜欢台式早餐还是美式 没想到被贴上台独标签 大陆网友不满喊风沙 最近拍摄新戏的韩国女星宋慧桥 在IG上感谢大家准备食物替他打气 却因为应援车旁的照片下方 上面出现了台湾及香港国旗也被小粉红骂翻 演艺圈成了无辜战场 TVB的新闻商品站红提泰报导 以前有一阵子很红的搭的那个hold住姐 hold住姐谢依林 他前阵子一段时间都好像没有比较没有他的消息 但是最近传出就是他好像要复出了对不对 大家讲到hold住姐应该就是想到他当年在大学生了没 那个一秒变格格的那个影片 对那他之后呢其实有到大陆发展拍摄了那个电影小时代 其实还蛮红的在两岸3D都很红 只是说呢他婚后其实就比较回归家庭生活 那近日呢有表达说想要付出拍戏的这个意愿 对那因为他呢个性其实很真性情 他就无预警来公开说其实我的鼻子是假的 他蛮勇敢因为其实很多艺人他们如果有稍微小小动一些手术的话 大部分人其实都会就是安静 尽量低调啦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因为他鼻子就是可能最近有一点状况产生 他就自嘲说很像解拍器 因为就是可以左右这样动左右这样动 他蛮勇敢的这样但是也是因为他这样 所以其实很多粉丝很喜欢他啊 因为他很真嘛对不对 对啊对 然后我觉得他很好笑的点是 他有提到说为什么他十年前要来动刀 他就是因为天生就是鼻梁还蛮他的 然后他有讲到一个名言 他说对我这种完全没有鼻子的人来说 你跟我说什么自然就是美根本就是听不下去 这还蛮霸气的有没有 但他也有跟大家讲说 大家还是要评估自己的需要 而不是就是很盲从的去整形啦 对啊他就是他不是推从整形这件事情 那他也是有鼓励大家说 你要你要变美可以 但你要衡量你的金钱还有各种状态 再来考虑整形这件事情 对还是有一些教育的意义这样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